哈囉,大家好,我是班辰叔 大叔今天又來啦 大叔有點 還在酒醉的狀態 在影片開始之前 還沒按讚訂閱的朋友,幫大叔訂閱 按讚一下 大叔為什麼說還在酒醉呢? 我現在拍片的時間 今天是 4月17日 反正剛好就遇上 就是很多地方的媽祖文化記 包括大甲媽、白沙豚 還有我們自己 大叔本身在三一 苗栗的三一 那三一這個地方的自己 本莊裡面的媽祖 都是落盡 那如果 跟大叔比較熟的朋友都知道 大叔有在 多少有接觸陣頭 所以最近這幾天 連續三天都被 就是都被邀請 到處去幫忙跟支援 所以大叔今天的出陣出了一天了 累啊 但是累歸累 我們該做的 該完成的 我們還是要做 本來我預計 本來我預計 這一週本來是想去組 那個 雨昕的吊車 紅吊 但是因為 就是時間上不允許 那我們就先 暫時先 就是把它先擱著 等過 過幾天之後 我們再來把它完成 那大叔現在要介紹的 這一個呢 也是屬於之前的款式 雨昕的就是肌肉車 那它的型號是 來給大家看一下 13081 顆粒數是1098顆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電池 它還是化一代的電池 在今年開始 雨昕的新的貨 它們就開始全面配掛 二代的電機 不再做一代了 所以這個打開來呢 裡面還是屬於 還是用二代的電機 因為它剛好新就交替 然後之前可能做了第一批 可能是用一代 然後現在第二批 它們就全部改用二代了 整體的顆粒數不多 然後搭配了一個M型 一個L 1000多顆 但我不知道它搭配的L是屬於高扭力 還是高轉速 那等一下我們拆箱 我們就知道了 整體的轉速如果在1000多顆的積木來說 其實速度不算太慢 因為整個拿起來 光還沒組合起來這樣 整個拿起來 車重其實算還好 不是太重 那我們今天就來試著 把它組合完成 大叔預計在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之內 把它給完成 那我們來嘗試看看 這樣子拼接下來之後 整個 就是效果是怎麼樣 就是跑動起來啊 這些玩起來有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這種小車型 要玩速度這一些的話 其實我覺得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對 就是依照我們過往柴箱的經驗 好 好了 那 我們 它有沒有標示 車廠 好像沒有 OK 它沒有標示車輛的大小 不過我們待會組合起來就知道了 對 我個人是蠻喜歡這個 就是 原型車是道騎 道騎的 道騎的原型車 大家有看過 玩命關頭 或者是 在大陸那邊翻譯一下速度與激情嘛 那我們來體驗一下 是不是這個速度真的可以給我們帶來激情 我現在只覺得我頭好暈 OKOK 那我們就直接正式開始了 我們大叔今天就不廢話了 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囉 1,000多顆 總共分了 4 3 哇 它的3號零件包只有這樣 其他的都是一袋的 只有3號是這樣子 輪胎 馬達 電車 OK 我們這邊看到了 它配掛的是高扭力的這一顆 到時候我們拼接完之後 我們來試試看高轉速 能不能夠驅動 假設能夠驅動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直接把它換成高轉速 不要用高扭力 當然原廠配這一個 我們還是會以原廠為主 只是說簡單的做一下對比 好啦 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我們就是這一台 Doggy 到期的這一台肌肉車 我們已經完成了 拼裝上面它是確實沒有難度 就是1,000多顆 它的顆 這個是 13081 它的顆粒數是1098 不到1100克的積木 我蠻建議新手去玩這一款車 為什麼 因為剛要接觸動態積木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 它的底盤跟車身是可以分離的 直接在大頭積木拔掉就可以分離 然後再來它的拼接的難易度非常簡單 所以新手在玩的時候 會非常容易入手 這是第一點 再來就是 為什麼我會推薦 其實因為它馬達配置上面 跟結構設計上面 它是屬於比較容易 沒有那麼多的齒輪 跟沒有那麼多的連動系統 所以我們在拼接的時候呢 相對會比較容易一些 就是我們玩起來 直接反饋在我們身上的會比較好一點 那 也是因為這一台車是車殼可以拿起來 所以大叔就想著這一台車呢 我會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其實慢慢隨著我們 就是 Youtube的粉絲慢慢變多了 慢慢變多了 那其實有很多的粉絲一直在問我 為什麼大叔我要推薦二代的馬達 一代到底差在哪裡啊 其實我幾乎每一週都會收到相關的訊息 在詢問這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因為它的車身好拆 車殼好拆 然後再來馬達是外 就是 也不算外露 你車殼拿起來之後 它就是可以直接看得到 它是非常好拆裝的 所以我今天準備了三顆馬達 這個是L型的馬達 這是它原廠配置的 高扭力的馬達 再來就是我有準備了一顆一代的馬達 還有另外一顆是二代的高轉速 我們在每一顆去嘗試去測試給各位看 實際用同樣的車身去測試給各位看 讓各位去看看說 就是 測試下來的結果 這會對之後各位想要自主改裝 會有很大的幫助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選定馬達 我們才有改裝的方向 比如說有些人他想要把車子改的速度非常快 那你可以去上怪獸 或者上到這一個高轉速的L 當然這是全部依照我們要的 積木顆粒數 然後我們去做一些簡單的搭配 然後再來就是 車型車殼 然後可思座空間的設計 那高扭力的馬達 我們可以用在很多的部分 像工程系列幾乎都是用這一顆 高扭力的這一顆 但少數車輛 比如說越野車啊 或者是什麼 荒卡 就是 末日荒卡 這一類的車型 它都也是屬於 還有我們的綠 綠扭 不是綠扭 綠軌 綠魔鬼 那一台也是都是屬於 使用這種 高扭力的馬達 那我們在使用高扭力的馬達 我們要讓它速度變快可不可以 可以我們就是直接把磁筆做一些簡單的對比 就是做配置 那高轉速想要讓它有扭力可不可以 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是 原廠給你的齒輪 然後你依照那個齒輪去判定之後 你可以去選擇 你要用高轉速或高扭力 還是說 有些人就是想要拿一代回來做也可以 那大叔因為今天剛好 拼接這個簡單的車身 所以我們用最直接 簡單的方式 然後我們去做一個測試 然後測試完之後 我們就是把這個影片 就是放在 放在後面 我會給大家去看 大家去感受一下 這三顆馬達的差異到底在哪裡 為什麼大叔會推薦二代 然後為什麼我會覺得 二代玩起來會比一代的馬力更好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我們也不囉嗦了 我們就趕快落地 然後去跑動起來 然後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一樣不上車殼 各位可以看一下齁 這一顆灰色橘色的就是 二代的高扭力 好我們先從這一顆馬達開始測試 各位可以去明顯感受一下 它跑動起來的速度 感覺是怎麼樣 好我們第二顆要測試的是一個 二代的高轉速 它的車殼 它馬達的殼是黑色橘色 這兩個配置 這兩個配色 好那我們就一樣 讓第二顆下去做實測 然後大家去感受一下它的速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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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換好一代的馬達 它的外觀就是這種灰色的齁 那我們一樣落地去實測 然後看看它的速度是如何 好 好 它的速度比較接近就是高扭力的那一顆 但它實際上的扭力確實也沒有 就是高扭力的那一顆輸出來的這麼大 好 但是它整體的速度大致上就是這樣子齁 所以為什麼大叔會去推薦就是 呃 呃 各位使用二代的馬達齁 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 但是一代式會比較容易去判定就是 像L馬達它是沒有得選擇 它就是只有一種樣式 但是二代呢 二代的馬達就是你在配置你的車子的時候 你要去考慮它的積木的顆粒數 然後本身車身的重量 然後再來就是 呃 你想要讓它是有扭力還是有轉速的 好 所以各位二代就是 它變成你在配置的時候 你就要先去選擇 那一代是不用啦 因為一代就只有一種類型 所以你也不需要什麼特別的選擇 好 所以各位可以去從這簡單的 呃 這種小車身簡單的重量 然後去判定你所需要的馬達跟動力 好 各位剛剛看完就是大叔用三種馬達 三種的L型馬達 我們就這樣測試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的 就是什麼想法 那一代呢 它的速度會比高扭力的稍微好一點 好 但是它的扭力確實不足跟就是 呃 二代的高扭力相比 那 它整體的 就是一代整體的轉速呢 又沒有二代的黑豹 黑豹二代的高轉速來的速度來的這麼快 好 所以就會變成說 各位怎麼去選定 好 那再來就是大叔為什麼會一直推薦 就是喜歡用二代 好 原因也在這裡 好 因為整體玩起來 就是那個速度感是不一樣的 好 那 這個東西就由大家去 自己去判斷好 去跟自己去認證 好 因為 呃 大叔只是傳遞一個 呃 怎麼說 傳遞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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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 一個訊息給各位 好 那因為 之前也曾經有人跟我說 欸 就是 他沒有辦法去做這個選擇 但是他覺得 車子會動就好了 然後 可以跑動起來就好 他沒有對速度上有這麼多的要求 所以他會選擇去 就是去配掛 衣帶 他也覺得無所謂 好 其實我覺得這都是大家的選擇 只是說 大叔在這裡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實測 提出來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現在說回來 好 嗯 這一台 極樓車 呃 整體外觀的還原度 跟車身的長度比例 其實我覺得還原的還蠻準的 好 蠻準確的 好 那 我覺得唯一一個美中不足的就是 他這一次用的四幅 好 因為他做鋼體 就是前面的這一個 這一個 呃 做連動 這個鏈條這個地方做連動 所以他這邊 就是 後輪有一個 就是後面的驅動馬達這裡有多了一根走出去 那 他的四幅呢 因為要考慮 呃 兩邊的椅子 所以他不用了四幅 他用了M型的馬達 好 那當然用M型的馬達 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只是說 差別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他是不會回正的 齁 我們四幅馬達 為什麼他叫四幅 就是我們轉了90度 我們只要 一鬆開 他會回正回來 所以輪胎自然會擺正 好 那這個呢 他就不會 你在遙控的時候 他就是你 你控制給他一個方向 他就永遠偏擺在那一個方向 好 那你除非你按了反方向 他才會有回正的效果 好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玩起來 不會去影響到我們的操作 只是說大家在操作上面 可能就是要習慣 我們方向盤要回正的時候 呃 以前玩四幅的是 直接把 呃 按鈕放開 他就會回正了 那他沒有 他就是變成要多一個反方向的按鍵 不過跑動起來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如果是我的選擇 我會搭配讓他做高轉速的這一顆 因為畢竟他的車身輕 他其實比綠牛都還輕 小綠牛都還輕 所以跑動起來那個速度真的是還蠻快的 呃 整體玩起來 顆粒數又少 又容易拼接 呃 然後再來 就是 呃 他車身除了還原度高之外 他還有用了很多的電鍍 前方啊 然後這經濟 經濟器官啊 然後後保桿 全部都是用電鍍的 好 再來還有一個我覺得 我個人非常喜歡 不管哪一種車型 大車型小車型 我個人都非常喜歡這一種的 好 就是他的大頭插銷拔掉之後 是車殼是跟車身可以做分離的 好 那大叔拔給各位看 他的大頭插銷只要拔掉 呃 後面這個地方拿開 因為他大頭插銷跟他充疊了 好 為什麼我會喜歡這種結構 你知道嗎 因為 他這種結構就是 你如果遇到什麼問題 你想要拆裝 想要維修的時候 特別方便 好 為什麼 這樣講 因為有時候我們玩大車型 齁 你車殼跟車身沒辦法分離的時候 你有遇到什麼零件壞掉啊 或者是什麼東西的時候 你要發現你要拆的東西有好多 對 那我個人非常喜歡像這種設計 就是 只要我有遇到什麼問題 或者是 想要維修啊 想要幹嘛 我就直接把車殼拿開就可以了 車殼是車殼 車身是車身 它兩者是分開的 所以我 我特別喜歡這樣子的設計 不過大車型比較難做到 就是整個車身車殼做分離啦 通常就是一般的那種一比十啊 或者是一比十四那種小車型比較容易 嘿 嘿 那今天 這一台 13081 嘿 就介紹到這裡 好 那至於各位 呃 對於馬達這些配置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方 就 呃 不管是馬達啦 或者是積木平街上有遇到什麼問題 大家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後 大叔看到我會盡快回覆各位 然後再來就是還有一個就是 呃 就是 各位如果有想要看什麼 呃 就是 什麼樣的 積木 拆箱 任何品牌 任何的品牌 或者是 呃 任何的型號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說 大叔會盡量早一點安排時間 就是 在下方 嗯 就先開箱給各位看吧 應該是這麼說吧 會早一點在下方開箱給各位看 好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大叔基本上就是按照大叔的 呃 手邊有的東西 然後我們的排程去安排 嘿 好 那像最近新品出來了 蠻多人都說請大叔做調車 好 那大叔已經完成一台雨季了 然後還有一台雨季 好 因為最近 大叔有一些事情比較忙 所以雨季 呃 還來不及完成 好 我們就先 不過我 我可以肯定下周 雨季的那一 呃 雨季的那一台 吊車 好 那一台紅吊 下周二 好 最快 這個周五會上 然後最慢 下周二會上 所以 各位 如果還不知道 要入手雨季 還是入手雨季的 好 等我們 就是開完 就是開箱完之後 你們各位去自己評估看看 好 但我只能說 就我目前知道的 就是他們都各有 各有自己的優缺點 好 那我們就先在這裡賣一個關子 好 這樣各位才會訂閱我的頻道 哈哈 好啦 大叔今天就 不多說了 呃 這一台 13081 就 介紹到這裡 還 千萬記得 還沒訂閱大叔頻道的 趕快去訂閱 那 大叔現在就帶 車殼 下去實際操作給各位看囉 好 那 先在這裡跟大家說聲 再見 掰掰 掰掰 到了 到了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